颤音到底怎么练好听 三个技巧轻松拿捏 同学当你遇到那种歌曲尾音比较长的时候 不知道怎么去处理 比如说因为爱情 不会轻易悲伤 感觉一直拉炒音呢 又不是那么的好听 所以今天阿梦老师教你一个尾音处理的方法 就是通过颤音来进行点缀 颤音呢就是指的音和音之间来回的变化 或者是说颤动 想要练好颤音的话 首先我们需要找到横格膜发力的点 最好的方法我们可以先练狗哈气 先把小腹和横格膜的力量能够提升起来 提升起来之后呢 我们再来发一个阿字音 慢慢的把它断开 感受横格膜的发力 然后第三步呢 我们再一口气发一个阿字音 然后再匀速的把它断开 速度的快和慢 可以根据歌曲的速度快慢来进行决定 这样的话你就能够轻松的学会 并且掌握差音的使用 跟节省关节 按着我们来看看